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国志记载称,复出隆熙,守敌道长离检举成将,近卫乡武,与魏江徐志交锋,斩首破敌,魏军败退,围城胜多所将下,拔河关,敌道,临桃三县民,桓,后十八年,妇与居记将军下侯霸等拒出敌道,大破为雍州刺史王精乌淘西,经重死者数万人。 三国志尤其是陶西之战,江维一举击溃雍州数万大军,对魏国西县造成重创,这是诸葛亮时期都未曾有过的大姐,北伐似乎迎来的希望。 然而,陶西之战以后不到一年,江维就经历了北伐以来的最大失败断骨之战,这场失败让刚刚看到希望的北伐,再度陷入低谷。 楚汉民众开始埋怨江维,陵西地区骚动不明,这迫使江维不得不效仿,当初第一次北伐失败的诸葛。 两次求贬值江维与邓爱的初次交手,偏以江维失败告终,之后江维与邓爱多次交手,结果却没有一次获胜。 难道江维真的要发出既声维和声爱的感叹吗? 断骨之战胡锦失约十九年春,就千维为大将军,更整堆荣马,与振西大将军胡锦西会上规,几世事不治,不为为为大将邓爱所破误断骨,兴散流离,死者甚重。 三国之展开全文这一年是陶西大劫之后的第二年,陶西之战以后,虽然江维最终未能攻克抵倒,并且被陈太下退,但是江维毕竟是成胜之师,因此并没有彻底退兵,而是率军驻扎在中堤,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。 第二年,江维被蜀汉朝廷军封为大将军,修整兵马以后向上规进军,为了弥补兵力不足,他请求朝廷增兵和蜀汉镇西大将军约定再上规会和,其实江维的想法并没有错,当初关羽在秦于晋,斩庞德以后,也是增兵围攻凡城。 当时江维率军部,到三万,他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,彻底摧毁魏国西线的抵抗力量,必须增掉兵力。 原本江维的计划是维典大员,以自身为诱饵将卫军吸引到上规,然后,让胡锡绕到卫军背后夹击卫军,然而,胡锡却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到达预定的地点, 这直接导致江维部被邓爱包围,却一直没有等到胡锡的援军。 江维虽然见情势不妙拼死突围,但依然损失惨重。 秦川之战万爱不应又过了一年,魏国争东大将军诸葛旦在淮南起兵,魏国为平定诸葛旦叛乱, 调遣了大量西线兵马到西线,江维城西线空虚,率领数万兵马进军秦川,出了古道神岭,准备进攻长城。 当时长城守军兵力不足,却积累了大量粮草。 这意味着,一旦让江维夺取长城,蜀军可以获得大量补给,这将会对魏国造成很大的威胁。 但是,长城粮草众多同时意味着,邓爱有足够的资源,让他去坚守待援。 因此,面对江维的进攻,邓爱选择坚守,无论江维怎么挑衅,邓爱都不回应。 这时候,江维也感受到了,当年齐恩师诸葛亮,面对司马一时的无奈,后来诸葛弹败亡以后,江维也就撤退了。 侯和之战江维受挫,大概是江维自身对北伐已经心灰意冷,再加上,朝堂上法师朝政的皇后对江维的排底。 在秦川之战以后,江维整整五年没有发动北伐,此时的江维已经在达中屯田避祸。 侯和之战是江维最后的一次努力,他其实心里知道北伐几乎不可能成功,但是,他忘不了诸葛亮的治愈之恩。 于是,年事已高的江维义义无反顾地发动最后一次北伐,就像当年诸葛强托着兵器再度出征一样,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罢了。 由于兵力悬殊,不出意外,这一次北伐再度失败。 从江维这三次北伐对阵邓爱的结果来看,邓爱三战三败,江维完全是被碾压,但是,我们并不能仅仅以成败认为,江维的军事,才能要低于邓爱,其实江维失败的根本。 原因还是料话说的治不出敌,而力少于寇,用之无厌,和以能力。 蜀汉的国力,限制了江维的发挥,假如江维和邓爱对调,邓爱并不能做得比江维更好。 东树,笔者认为,江维和邓爱军事能力是旗鼓相当的。 参考文献,三国志关注微信公众亭电阁,更多三国解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